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县长陈光复今天由环保局长杨书顺陪同 前往本岛各个乡市公所表扬机优清洁人员 制正年终午休清洁队员春节礼券 未免他们一整年来的辛苦 并提前祝贺新年快乐 也呼吁民众注意春节禁运垃圾的时间 县长陈光复向所有维护环境整洁的幕后英雄 至上崇高敬意 他表示清洁队员平日工作相当辛苦 无论是风雨都要按时外出收垃圾 分类回收尤其年节将近垃圾量更多 他再次谢谢大家的辛苦 也说声辛苦了有你们真好 我们今天特别来慰问 我们的孤单来 南荷老冠 打拼为了我们配合签计 为了环境区签计的这些签计队员 我们特别来给他签安 来给他帝行 来给他感谢 台广市真辛苦 这全环境区有八十九位 八十九位 全配合两百几位 这些签计队员 当然广市也有很多关心的人 道者祭冠 我都特别感谢 要祝他们新年快乐 万十六位 他们的辛苦 我们特别表示十几万分的 感谢和敬意 县长陈光复主义前往 澎湖本岛各相似公所 颁证机优清洁人员奖状 以及奖金 并且制证所有清洁队员 春节礼券 分别由马公市长黄建中 代表接受 记者陈荣誉报导